我的妈妈呀 这就是我们老板花十多花买的椅子吗 妈妈 太漂亮了 真喧嚨 老喧嚨了 这钱就是不一样的 怎么了 怎么的了 说说 打掉了呢 怎么的了 妈妈 喂 完了 这不完了吗 收个电话 赶紧 喂 你好 喂 这里是家居维修中心 我是豆腐渣工程演员公司的 我叫沈小倩 你赶紧派人过来 把我们椅子扶手修一下 快点的 现在有点忙应该过不去 马上快点越快越好行吗 真过不去 谁要线 谁要线 哎呦善哥 嗯 这就咱老板花十多元买的鱼呢 耶 耶啥呀 老板太大头了啥木的 别跟那爸爸不懂你别说话 什么木你懂吗 啥木的 河头木的 啥变 多少盒能冰成个凳子呀 好几堆你 买签啊 你写着我我坐一会儿 不行 老板的椅子 你是老板吗 你不也是员工吗 你坐我咋就不能坐为啥啊 不行老板的椅子 白给你带饭了啊 给我带饭 我带饭了 真好 我真好 我不饿你给我干吗 你装起来吧 不饿我吃 这可咋是饿不饿 我这招把他粘起来 大虎 我上把卫生检 记住 这个椅子千万别做好吗 我不能做 你放心吧 千万别做行吗 不能啊 别跟他看 别看 离远点 我是你胳膊 是啊 你承认我是你胳膊 承认 千万别做啊 我马上回来 我是你胳膊 你是我爹我都得做 十多万谁不尝试 太舒服了 啥的 我女生 你们还干什么 怎么这样呢 哎呀 怎么这样呢 倩儿哥 喂 那 妈妈 你的发笑 倩儿哥 完了 这肯定得开除 还得被开除啊 不能让他开除 不能让他开除 夏哥 我有个办法 说 就是一会儿能不能说 就咱俩能坏的 责任一日半 咱俩能坏的 还可以这样吗 咱俩共同的责任吗 哥 这么说你同意了 你的同意我能不同意吗 哎呀 太想着了 好兄弟 没白疼 我跟你说 我就听你的就好了 你不让我做我非得做 做完之后你说我这手也欠 嘎巴就给你掰掉 大吴你说什么 啊 你说啥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 你不让我做 我非得做 我先尝试一下 我嘎巴就掰掉了 这椅子你做了 我不都跟你说了 做了 你做了 啊 哎呦我的妈妈 我告诉你啥了 不让你做不让你非得做呢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责任一人一半吗 谁跟你一人一半啊 你做坏的 你做坏的就跟我就没关系了 不是 倩哥 你刚才不都说责任咱俩 赶紧想办法吧 十多万的核桃木的 快点想办法 没跟你一人一半 眼睛 他做的 我现在没做 哎 喂 西亚旧卑修中心呢 找谁啊 啥事你说吧 你说沈小倩给你打电话 说椅子扶手坏了 你来修扶手 是不是 啊 好了好了 那你来吧 哎呀 挺阴哪 我就知道你的妈 椅子扶手整坏 所以我提前打一电话 你会算呐 别想他没用的 谁最后做坏谁包 嘴真硬 好 你现在要求救我 我能帮你想想办法 要不然等老板来 调监控 大伙我是你爹不 不是 你承认我是你哥不 是 那你就帮了 早说就完事 他说你正是帮 这玩意这么不急 别动啊 别别别 别动 你还这么说行不 就说优励时候 就一个扶手行不行 是那个不 老板是傻子呀 有出厂一个扶手的凳子吗 老板这手麻呀 再说看着不奇怪吗 奇怪吗 那你说呢 谁要翘 谁要翘 什么造型啊 这个啊 这个啊 这是 什么造型啊 瑜伽 我没练过这样瑜伽呢 苏家的瑜伽 那个落正事老板的椅子到了吗 这 这也就是 这 没有这个 别瞎说话 净板的 挺奇怪啊 十多万定个突一 行 那个老板呢 一会儿过来验手啊 千万可别做啊 不能 净板的 你干啥呀 干啥呀 你不是奇怪吗 我把它好下来了 这啥事 咋了 十多万 这是河头目真布 哎呀 别别别动 咱就是幽灵时候就没有扶手 他都没看出来 就这么来的 你看 这挺带近的 哎呦 倩哥 你太厉害了 那给我来 谁看不着 马上 我给它腰回处理掉 喂 老板 椅子到了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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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老板你太有眼光了 椅子老漂亮了 看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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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做 不能 不能 出责了 我俩负责 我俩负责 老板最喜欢扶手啊 老板 扶手在啊 扶手在对 好好 老板最喜欢扶手 妈妈 哎呀 我给你拔着 我给你拔着 哎呀 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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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着了 拔着了 拔着呢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我就说你气儿 什么 火 你看这么的行吗 咱就说优了个凳 嗯 你把腿都掰去 就说优了个板 小杨 小杨 我的椅子到了吗 到了 我看看 来 老板请进 请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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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俩在这儿搞什么鬼 哈哈哈哈他站在这儿腰疼给他按腰哈哈哈 腰这地方长得挺夸张的 哈哈哈哈 小腰 哈哈哈 小腰子 舒服吗 舒服 我说我那椅子舒不舒服 出货 起来 在我这椅子上起来 那是你做的吗 老板呢 你该出货吧 翻出货 扶手然后给弄掉了 瞅你那点出息 掉个扶手吧 你下这样 我能让你赔呀 告诉你 这是现在世界最新款式 可以按照自己心情 随意改变款式的椅子 那是能卸下来的 哎呦老板呢 哎呀 老板你还 你早说 小哥 可以拆卸的 早说 我那椅子被拿不下来